我们这期呢继续讲暴力杰克 新篇魔王降临篇 这个呢本身是暴力杰克外传 在发行啊收藏版的单型本时候 把这篇也加了进来 这个故事啊开始在一个圣学院的地方 客串这篇呢有破莲齿学院和魔王淡丁 先介绍一些来客串的角色 出场的老师是荒木幼舞狼 这个看起来变态的老师啊 是基勇老师 这个日语念 萨尤丽 这位黑发美少女 在原作中是人者一族的后裔 柳生 日语的读 Mitsuko 有一个称号士兵卫 在教室中的这个男生 原作叫山岸八十八 应该是主角 在士兵卫旁边的这个叫做 碾元 日语读 Ayuko 好像也是原作比较有人气的角色 在上课的途中 突然发生了地震 还是关东大地震 平民国王的手下 骑兵队之一 龙军 红龙队正在巡逻 而掉线好久的城马龙 再次登场 不过这次就是一个类似 主持人的作用 近日介绍了红龙队的组成 是以第二篇 平民街篇的美女暗杀集团为中心 队员全部是女性 这就是龙军 红龙队 最后城马龙的位置 在盛血园废墟地附近 地震的几年后 山岸八十八 已经十七岁 地震幸存下来的学生 在废墟中 组建了自己的势力 他们的食物 采用自己种植 重大决策 互移植 在外围 还有固定的人员 轮流防守 使兵卫在防守的时候 发现了吉勇 立刻通知了山岸 突然吉勇也是 盛血园的一员 因为几天没有吃饭 想要讨要一些食物 但是因为吉勇 以前做过的事情 这里的学生 并不欢迎这个曾经的老师 这个过程 被旁边的女人看到 吉勇一个人坐在废墟间 觉得自己活得很没有意思 还不如当初 地震死了比较好 以前他是盛血园的一名老师 特别自豪的是 这个学校的女生 比男生多出几倍 当初利用植物之变 对不少少女 学生造成了人生不好的影响 这种人现实也有 还是攻行后 无马分尸比较好 可惜没人听我的 这是善良的御元 将剩下的食物 拿给了吉勇 送食物的事情 被使兵卫发现 使兵卫觉得 还是让吉勇 饿死才比较好 吉勇这边刚吃完 就觉得御元 不应该讨厌自己 这就很自我良好 御元只是单纯的 不想看人被饿死而已 红龙军一如既往的行动 在巡逻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 全是由年迈的老人 组成了村落 但是残忍的 红龙队队长 红沙罗 认为地域关东 只需要拥有野性的 年轻人去 对这个村子 下达了进攻命令 自然都是老人 无法抵抗红龙军 大量的人被屠杀 最后放火 烧光了村子 除了吉勇以外 圣续人还有其他的教师存活 他们也自发的团结了起来 不过也只是 苟延残喘的活着 不过其中一个教 左九尖的教师 有一点不对劲 他说很快 新的时代就要来临 恶魔的时代 要说不久后 魔王就会降临 魔王的名字叫淡丁 就让其他老师 当他疯子 他仍然自娱自乐 转天 山岸八十八 带着自己的小伙伴 出来狩猎 这次收获了一只野狗 话说 地域关东都寸草不生了 这野狗怎么活下来 还那么肥 这一次少年们 可以饱餐一顿了 语言仍然继续 给吉勇带来食物 这样回去的时候 吉勇叫住了他 说是受到了 这么多天的照顾 要报答语言 并且还要求达到指定地点 善良的御言 答应他 晚上山岸八十八 在找御言的时候 就发现找不到人 这时石兵卫说出 每天御言都会给吉勇送饭 山岸八十八大惊 立刻着急小伙伴寻找 不过山岸八十八的担心 没有错 吉勇正要袭击御言 还好关键时刻 石兵卫赶到 即便这个时候 吉勇还在满嘴画画 我倒是理解 勇景豪当年话破廉耻 为什么遭受了 那么大的舆论和谩骂 他这就是把日本教师的脸 扒下来放地上踩 吉勇本来以为 只有石兵卫一个人找过来 还很开心的认为 猎物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 吉勇正要下手的时候 石兵卫不在乎的说 两个你很开心 在家五留人呢 此后山岸八十八 带着人从后方出来 在现在这个地域关东 温柔这种东西 并不能改变什么 在没有法律和警察的现在 只能靠自己 山岸八十八 让石兵卫带着御言离开 已经下面的场面 有点暴力 吉勇还在眉皮眉脸的高呼 不要使用暴力 结果就遭受到了正义的权殴 吉勇以前靠着自己所在的阶级 利用权力迫害女性 而在地震之后 失去势力的他 站在人民的最立面 就是这个下场 随后回身是伤的吉勇 一个人离去 大概是被山岸八十八流放 以前的同事也看到了他的下场 清楚吉勇性格的他们 自然明白了被流放的原因 只乎这个人已经完了 这是崇拜恶魔的那个老师 又在宣传恶魔的时代已经到来 魔王但丁就要降临 吉勇不知道走了多远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喝水的地方 没想到又碰到了以前的学生 如果说山岸八十八他们 在学生中属于品学金融这一类 那么现在这批就是问题学生 找问题学生的麻烦更加容易 所以地震前 这里的一部分人都被吉勇威胁过 也有被伤害过的女学生 不过比起报仇 这帮学生也盯上了山岸八十八他们的据点 毕竟如果能够统治那里 就能不劳而获得获取食物 还有不少的人还做劳力 而吉勇也想报仇 山岸这边 使兵卫在为预言的事情道谢 并说山岸像爸爸一样保护着这里的人 这就是你发福利的理由吗 吉勇这边已经把山岸这边的虚实 完全交代清楚 不过没有想到 这些问题学生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高喊着要把吉勇杀掉 吉勇当然立刻逃跑 不过前方就是悬崖 后方的学生紧追 吉勇一个踩空 直接掉了下去 问题学生们看到吉勇掉入悬崖 虽然不能亲自报仇比较遗憾 但是也就没再去管他 掉下悬崖的吉勇并没有摔死 在旁边发现了一个山洞 山洞内一片漆黑 并不清楚里面有多大 会不会迷路 不过吉勇认为 在外面也都是盼着自己死的人 所以这个洞穴一定是一个不错的葬身之处 吉勇继续深入 里面又有一个滑坡 掉下来吉勇仿佛看到了很多的恶灵 甚至出现了死李儒的虚影 话说魔王带钉里也有死李儒 也有没有看过 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评论 在恶灵血涡的中心 有一个巨大的黑影 黑影突然发生了变化 并且来到了吉勇的身边 像附身一样 吉勇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问题学生们正在商量 如何才能攻下山岸的据点 但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先尝试杀掉山岸 这时突然发现远处走来一个身影 走近一看仿佛是原始人样子 随后吉勇开始吼叫 冲向了问题学生们 吉勇被附身后获得了力量 能轻易打倒学生 即便被岩石砸向头部 也没有任何伤害 最后一部分男性被杀死 一部分被收编 而女性则被称为了 增加关东人口的工具 天空中出现了吉勇的虚影 杰克也看到了吉勇 就像杰克说 赶到了不明来源的妖力 是不可能在关东复活的力量 随后指出了方向 小孩杰克先去调查 一方在平民空王的阵地魔望城 日年活梅子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虚影 仔细一看 居然是两个平民空王的影像 活梅子十分惊讶 也来了平民空王的询问 活梅子回答 刚刚看到的幻象 非常的不吉利 空中出现了两个平民空王对立 代表着关东出现了两个魔王 这也是正常啊 平民空王有一部分飞鸟的灵魂 飞鸟是撒旦 然后蛋丁也复活 两个魔王没毛病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